小船区的页面上有一些样式 我们需要去重置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先添加两张图片 用一个image组件 在它的src属性里面 去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再添加一张图片 你会发现 页面上显示的这两张图片之间 会有一个间隔 我可以再去创建一个样式文件 把它放在 styles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reset.wxss 然后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app.wxss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下 add import去导入刚才我们创建的 在styles目录下面的 这个reset.wxss 再打开这个reset的样式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设置一下 image这个组件的样式 我们可以把它的display 设置成block 那么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之间的间隔就不见了 默认这个图像的显示比例会有些问题 我们可以在这个image组件的上面去添加一个mode属性 把它的值设置成aspect fill 如果你想按比例显示完整的图像 我们可以把这个mode的值换成aspect fit 在这个reset的样式文件里面 我可以再去把图像的width设置成100% 另外我们再去重新的设置一下video的样式 我们可以把它的width也设置成100% 再回到首页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段文字 用一个view组件 这个文字的行间距我们需要再去重新的设置一下 因为默认在不同设备上面的这个行间距的值是不太一样的 添加一个page 统一的我们去把这个land height 也就是行间距 给它设置成1.5 这里我们可以再去重新的设置一下 页面上的这个文字的大小 用一个font size设置成32rpx 这个rpx单位是小程序里面特有的一种单位 它的值会随着设备的宽度的变化而变化